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夜看有时全黎地赛事偏难 一组肯高指数的始终比较有实力 不妨参考一下 超过85的我都会黄色给大家 但现在没有了 不紧要的 但想收到这些资讯 每个赛日都有 麻烦未订阅的朋友 右下角每个四星龙珠 按下去 开个实心钟仔 可以订阅世榮香港人赛卖频道 记得follow我的IG 在上面这里就会有赛日今晚 开跑前半个小时 就可以按我的IG story 头像 就可以见到即日的分析给大家 好了 今次其实真的没有85以上 即没有867那些 当然黎地没有那些年少有威 那些超强马 聖二龙那些就没办法 但个别都有些85的 看到在马小的场合甚至乎有两只 一起带大家看看 二场的一号六号究竟是什么马 其实有时黎地 你说为什么昨晚没有马迷世界 因为黎地的赛事 牵涉到的分析都比较多 有时都要想清楚才和大家说 待会看看可不可以补回给大家 二场的一六 有当然大热门的蟬星宝区 这只都和大家说 一Q博士都说了给大家听 亦都是一些很有实力的路程专家 虽然七岁 尽量体力保持之下都用了它 至于另外一只就是敏捷神区 今天大圣马堡也有写到 为什么三选里面不放它 其实就因为它本身的实力不算太强 而且都没有跑过泥地 变挂比较多些 但肯定是立心特意转路程来泥地博 如果去到这个赔率 去到今晚都还有 我认为都是划算的 和一先生的赔率能力都相弱 大家都没有跑过泥地 大家都是属于有能力的 不过一先生就没有敏捷神区的进步空间那么大 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了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这个景飞一轮 稍后还有这个马迷世界 大家和家里飞钱财经 大家千万别错过 我们一会再见 拜拜 希望你们 这个马跪 大家都赢多点 赢多点来做善事 帮到赛